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文夫 等一下装两张这个草处 装完之后就扎到密封箱里面 我平时扎这个草处的东西 放在这个麂皮的旁边 那么等一下我试验一下 放两边的这个麂皮麂来细 放在这个两个麂皮中间 这个中间这里 我试验一下这两种方法 是放在旁边的麂皮块 还是放在两张麂皮中间 这样的草处麂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草处做好 现在这个草处就安装好了 两张草处安装方法都一样 两边都是留缝的 现在这个草处就安装好了 两张草处安装方法都一样 两边都是留缝的 现在两张这个草处都是一样的草处 都已经涂好了这个糖水 两边都是留缝的 等一下我就放到这一箱里面 这一箱也是两群 然后两群的框量都差不多 你们这样也可以看到了 两个蜂群的这个沙盖蜂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蜂 所以说现在我有足足的3匹的蜂量 里面只有两个鸡皮 等一下我一个鸡皮放在这个蜜蜂的左侧 一个放在这个鸡皮的中间 我这样吸烟 这样两个方法 哪一个更加几块 现在我第一个草处 就放在一个鸡皮的中间 就是两张鸡皮的中间 做一窝的我就把这个河框 这个草处扎到两个鸡皮的中间 做一个是新的 等一下另外一窝 那边那窝就扎到侧面 现在我把做一张草处放到另外一窝的側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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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另外一窝 另外一窝的这个草草处就放在最错边 而这边这窝释放在槽鼠的中间 这样比较一下两张槽鼠 是同样的槽鼠 两边都流放 并且上面都涂了糖 那么像这样的 风量基本都一样 这样的两张槽鼠 是哪一张起皮更加快 我现在实验的就是这样 刚才两张一样的槽鼠 已经放到这个箱里面 这一箱的风量 基本都一样多 但是这个槽鼠放的位置不一样 像这边这一窝 这个槽鼠我是放在 极皮的侧边 而这边这一窝 我是放在这个极皮 两个极皮的中间 我献验是 这个位置不一样 它的极皮的速度会怎么样 这个结果的话 过十天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结果还没记到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一下 当然你想知道 这个结果怎么样 也可以订阅一下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好的 那么各位朋友 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